星云大师 特别举办佛光山开山50周年影像回顾图像展 全球佛光道场也定于当地时间2016年5月16日同步展出 展览内容以图文方式 透过大师片、文化片、教育片、慈善片、红法片、道场红法片等六个主题影像 回顾开山50年以来 佛光山全球道场红法碧露蓝绿的历史轨迹 更展望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长流五大洲的愿景 祈愿世界和平、同见佛光净土 丰富的历史镜头 记载人间佛教道师、星云大师 开创佛光山50年 以及推动人间佛教实践之路 即为当代汉传佛教卸下宝贵的一面 我首先先说明 当有人问说 佛光山开山50周年 跟我们社区有什么关系啊 为什么要这么盛大的、隆重的 做了机场的这种 途上展的巡回展 那么我就要说 我记得我经过香港的国际机场 我就看到李小龙的那个照片在那里 我们经过的人都要去看 李小龙跟我们什么关系啊 她是我们华人的大家的朋友 结果看到她几张照片 那么吸引人 我就想 星云大师啊 这一位从12岁出家的小沙妮 她今年90岁 从12岁出家 她连一张小学的毕业证书都没有 但是到今天 她走过她几十年 当然她开创了佛光山 这佛光山开山50年 她把佛教、国际化、现代化 也可以讲年轻化 2016年5月16号 这是佛光山开山50周年的纪念日 我们就在这个纪念日的开始的 这五月份里头啊 安排了有几场的 佛光山开山50周年 影像回顾 图像展 不是只有在密西萨嘎的道场 不是只有在佛光山道场 包含在马可德市政厅 这个密西萨嘎市政厅 为什么在市政厅呢 就是这是本地的人 不是只有我们华人的 这个往来的地方 要介绍出去 那么在道场 还有我们在建在这里的万潜伯光园 几个地方都要做悬会展 那么希望借助这个影像回顾 图像展 那么所到之处都可以让许多的人 感受到这一位了不起的出家人 那么这个是在5月15号 是开幕 同时从5月15号到18号 这一年几天 就是在密西萨嘎的佛光山道场展出 每天都是早上10点到下午的5点 而且现场呢 也都有导览人员 用各种的语言 如果需要的话 来做说明重点介绍 今年2016年 是我们佛光山 开山50周年的纪念 那么2016年5月16号 这是开山50周年的纪念日 那在我们多伦多佛光山 还有佛光会 共同的这个筹备 就要呈现有几场的巡回展 那么这个一共有四场 叫做佛光山开山50周年 影像回顾图像展 那么这四个地区呢 是在我们在密西萨嘎的 多伦多佛光山 还有在万景市政厅 万景佛光园 之后再回到密西萨嘎的市政厅 一共有这四场 那么希望借助这个影像回顾 也就是这50年来 佛光山的故事啊 从这个大师出家 一直到台湾 然后从北部到南部 到建佛光山的这个 非常珍贵的这些历史照片 从黑白一直到彩色 那么在这几个地区 那么就五月份在巡回展出 希望借助这个影像回顾图片展 大家不只认识佛光山 也不是只是看到星云大师 而是看到星云大师 创建佛光山 同时把人间佛教带到全世界 让佛光普照五大洲 伐水长流五大洲 那么看到这一份坚持的精神 坚持的力量 那么可以鼓舞我们的社区朋友们 大家对于你人生的目标 要很清楚 那有了目标 就是要去付诸实践 就如同佛光山 是从星云大师 他从12岁出家的一个小沙米 一张小学毕业证书都没有 但是到今天 他可以建设 创办五所大学 可以创办三百所的寺院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力量 我相信我们的朋友们 如果到图像展的现场来 必然是有一番的感受 也会得到许多的启发 提醒您的新闻大师 对现代佛教的影响是怎么样 就是有很特别的意义 好 我相信各位认识佛光山 会觉得这是一所比较特别的 现代化的寺院 那实际上呢 佛光山它是融合了传统与现代 那么它把传统的佛教精神 佛陀的智慧 运用现代的这种 不管是文化或者教育 那么能够把佛法现代化 星云大师对佛教的贡献可以讲 他把佛教现代化 佛教国际化 佛教青年化 佛教生活化 佛教义文化 那么我希望各位朋友们 有兴趣的话 到我们几个不同的展区 能够参观 那么一定会可以深刻感受到 星云大师他带给大家的 不是只有影响到佛教 应当是作为一个人 人类的美德 人类的这种崇高的情怀 这种精神 是可以感受得到的 有人说他有四变 出家如何 如果他说不出他的法脉的话 他就很奇怪了 那佛教的法脉 源自从祖庭大爵士 所以在几年前 就是江苏大陆政府 邀请大师回到大陆 叫重建祖庭 宜兴大爵士 这个就是一个历史依据 所以像这样难得的史料 能够呈现 是非常珍贵的 然后大师的师长 这一些都是当代的 可以讲对大师都是提西之恩的老师们 之后呢 之后呢 可以看到 当时 刚刚我们会长讲 大师以前的 很阴挺 很俊拔的 真是阴智 那么 跟年轻一辈的法师们 早期 在刚刚到台湾 在说是1951年的年代 1951年 各位出生了吗 感谢收看今天的大豆故事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